作为最强自尊法师奇异博士 为什么不能吊打灭霸 我怀疑奇异博士打假赛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不然灭霸找死了 且定造万分析 奇异博士看过 1400万605次战斗结局 哪怕每次跟看电影一样 三个小时也有10200万小时 也就是175万天 累计起来差不多有5000年的战斗经验 这还干不过灭霸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有这么多战斗经验的人物还有谁 只有两位 一位是海拉 他50万年前与奥丁东征西法建立九届 另一位就是众神之王奥丁 而雷神索尔只有区区的1500岁 还不是天天打架就号称最强复杂者 巅峰期雷神可以砍死灭霸 而奥丁和海拉又可以吊打雷神 那么等于说奇异博士也可以吊打雷神 做掉灭霸 然而电影里就很奇怪了 奇异博士却被灭霸的手下 乌乌猴吊打 然而弗脸三后半段 奇异博士又强行与四宝石灭霸 误开 博士的战斗力实强实弱 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奇异博士笔划了手指 1400万个结局中 只有这一次机会 可以让钢铁侠去死 我看你等的就是今天是吧 奇异博士这个老六不是真的服了 完全有实力在灭霸 收集其宝石前将其做掉 非要等到钢铁侠先进 我强烈谴责奇异博士打假赛 感谢小伙伴点中共做 常文说的下期更有趣 可能继续 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